彰化市农历春节敬老礼金 全是两万九千零七十三名 七十岁以上的长者 每人都可以领到六千元 合计将发放一亿七千多万元 这项福利开始于一九九七年 已经迈入了第二十七年 凡是涉及在彰化市六年以上 户籍没有再迁出者 年满七十岁 每个人都可以领到六千元的敬老礼金 跟一份长寿面线 我们彰化市的七十岁的人口 总共有两万九千个人 现金花了一亿七千五百多万 占我们整体的总预算 将近有两成多 所以对彰化市工作来讲 整个财政算是压力 但是我们努力的建设 努力的招商 来增加市库的收益 以来支应我们给这种长者的 敬老礼金给他们幸福感 施工所现场发放春节礼金 由于金额相当的庞大 大批人员动员起来 由警车护送运钞车 再送千元的纸钞 集中运送到彰化生活艺文馆 点钞核对之后 再把千元的线钞分装在红包袋 完成之后 由专人缤纷多路或指定的地点发放 今年发放一亿七千多万元 比去年增加了九百一十三万八千元 由两万一千多名选择转账 另外八千人则是选择领现金 看看哪层一大纳是死顶代辑的 遗心 我们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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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好